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解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矣 阿彌陀佛 我們看一下課本47月 講到 自視盡行受 歸依佛法身 自心修共養 十念諸聖明 就是歸依三保 自己講盡行受歸依三保 我們來看課尾 他說佛法身三保 是沒有污染的 具足功德的 沒有雜染 所以是真正的歸依處 受歸依的 因為前面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要歸依佛 為什麼要歸依法 為什麼要歸依身 他說歸依之前 第一個要懺悔 身恭敬心清敬心 為什麼要懺悔 一般來講 就是說 包括你要受戒 要歸依 那麼之前 過世要生懺悔 為什麼要懺悔 因為 你過去 還沒歸依之前 那麼錯了 比如說 你跟錯人做錯事 那麼這一些 那麼有可能有一些過世 我們要歸依三保 就好像我們把瓶子洗乾淨一樣 要裝新的甘露 所以 大部分佛法 比如說 在受戒 受八觀哉戒 受五戒 受菩薩戒 那麼之前 乃至於歸依之前 一般都有這個懺悔的仪式 一般就是懺悔 歸依 受戒 發怨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說 這個 先肯切暢文 那麼深公信心 親信心 常貴和長 在歸依本師前 醫師長所教 自己立下誓願說 那 一般歸依有一個歸依文 那這個歸依文 有時候 各地的歸依文不太一樣 那導師立的這個事情 其實在經驗裡面講的 比如他講 我弟子某某 那麼稱自己的名字 那有的有法名 有的沒有 你就講俗名 那一般 現在都會有一個法名 取一個法名 那麼我弟子某某 盡行獸歸依佛 盡行獸的意思就是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 我生命結束 那麼這個盡行獸 歸依佛 那兩族尊 就是佛是所有 兩族尊有兩種意思 一種是 族是一種滿族 就是福德跟智慧都圓滿 叫做兩族 另外一種是 兩族是指 兩隻腳 是這個人中 兩隻腳是指的 所有人中最殊勝的 所以是兩族尊 這兩種說法 盡行獸歸依法 盡行禮遇尊 是所有一切 禮遇解脫的佛的方法裡面 最究竟最殊勝最圓滿的 所謂歸依法 那佛是所有一切人中最殊勝的 那麼歸依佛 那盡行獸歸依身 眾中尊 身就是合合作 就是所有團體裡面 所有修行團體裡面 最尊貴的 所謂叫做歸依身 眾中尊 那麼一般來講都是講三遍 願大德義慈 慈悲護念 就是大德就是 那歸依師 那麼知道 然後知道我現在要歸依 慈悲我 護念我 我是幽波色 幽波色是男中 幽波乙是女中 我是幽波色 我是幽波乙 我從前者乃至命中 護身 那麼這個是歸依之後 一般都會在受見 因為你歸依佛 就是學行佛 那麼他基本上就是護身 不血癮啊 不忘語啊 不養舌 不餓狗不洗癮 那麼就是一般歸依後 就直接受五見 那麼在佛式 歸依就是 歸依就是受見 歸依後就是受見 那後來就是歸依之後 那麼你覺得你 能夠受見了 你才去受 就分開了 那麼原來在早期的時候 你要歸依三保 你基本上 最基本的就是要受五見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語 不忘語 然後不養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可是後來 後來就變成歸依之後 那你覺得你有能力了 你在受見 那有些受見又可以 本來受見就是受五見 後來又 就是 有一些人 哪一條見不能受 比如說我不能不允酒 我受四見 我受三見 我受兩見 後來又有這樣子 那個就是方便 後來就變成方便 那原來 原來佛陀十大歸依就是有受見的 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說 我乃致命中 不殺生 護身 那歸依 然後完了之後 就歸依佛境 歸依法境 歸依身境 好 那我們會看 一般歸依 受戒之本上會有一個禁 我們說過這個禁 這個禁就是究竟圓滿的意思 就是說 印度人習慣 那麼一見識完成之後 那麼就有一個類似像說 我這邊是坐圓滿的 就要像咒語 念咒語 念到一段期間 就有一個薩佛侯 薩佛侯 類似像這樣 好 那 他底下說 一大明經 大明經 這個大明經就是 大明是一個人 他是佛跟大明講的一部間 他說這個三規一 三規一是 是 這個整個 整個過程 大概是這樣 現在 是 都會有的 是 是 他 是 有的 他 是 他 是 可以 现在的皈依基本上又比这个大明经里面说的多了一点 他基本上会这样讲 我弟子某某进行受皈依佛 进行受皈依法 进行受皈依身 然后讲三遍 然后之后开始会讲 我弟子某某皈依佛 皈依佛境 凝舍生命 终不皈依 自在天母 皈依如来自身等政觉 是我依尊慈敏故 然后再讲我弟子某某皈依法 进 中不皈依 外道时典籍 皈依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是我所尊慈敏故 然后再讲 那么我弟子某某皈依身进 中不皈依 外道邪进 皈依清净福田生 自我所尊慈敏故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皈依禁之后 那么就是说我下一个决心 我皈依佛 就不皈依天母外道 皈依法 就不皈依外道等身 邪说 皈依身 就不皈依外道邪说 那就是说他有稍微 依这个大明星之外 就稍微做一个改 更改 就是增加 那么这个是皈依的形式 那皈依是一种形式而已 那最早皈依的是佛陀成道之后 那个商人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团 在度五比丘以前 国头在普迪树下成道 还没度五比丘 那两个商人来供养 三国三克 就是后来这两个人 据说挣了三国 没有挣阿罗安 就挣三国 那这两个是最早皈依的 那最早皈依的 他们并没有 最早皈依只有二皈依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团 还没度五比丘 度五比丘之后 开始有生团 开始三皈依 最早他就是佛陀给他们皈依 基本上就是二皈依 那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凡发愿受辞皈依的 哪怕是生死关头 也不能中途变为 所以后来就会加上 宁舍生命 宗不皈依 外道天谋 宁舍生命 宗不皈依 外道邪说 宁舍生命 宗不皈依 外道邪众 那么为什么后来有些人会变 其实皈依这种 其实也很多人变来变去 不要说皈依 出了家之后 很多也是出了家之后 后来又去清基督教 很多人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对皈依的道理不是很清楚 很多人学习佛说 祈求佛保佑 佛没有保佑 他就去求妈祖 妈祖没保佑 就去求光公 光公没保佑 就去求上帝 很多是这样子的 但是佛法并不是在祈求 佛法是在学习 你看我们说过 天准教有一个很有名的祈祷词 我们说过 他说 祈求上帝赐给我平静 让我能够 让我能够面对不能解决的事情 祈求上帝赐给我勇气 让我能够解决的事情 祈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让我能够分辨两者的不同 那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我向佛头学习 怎么样获得平静 我向佛头学习 怎么样获得勇气 我向佛头学习 怎么样获得智慧 这完全不一样 所以佛法不是在祈求佛头给你什么 不是像其他的宗教这样 像妈祖 专这个教 然后希望妈祖去除他的罪恶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 我向佛头学习 我是怎么生起烦恼 怎么因烦恼而造罪 怎么样降服这个罪恶 怎么样降服这个烦恼 去除这个烦恼 怎么样可以让我有力量 我起烦恼的时候我可以克制 怎么样让我有智慧 我可以去除掉这个烦恼 他是要得到这样 他是一切是由自己 佛头是这样 佛头是这样学习 这样修行 我向佛头学习 怎么修行 怎么有这种能力 而不是佛头有你这种能力 请你把这种能力拿来帮助我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你佛头有什么能力 我向佛头学习这种能力 其他的宗教都是 他的神有什么能力 希望这种神力加倍他 让他有力量 佛教不是这样 佛头有能力 有什么能力 我依着佛头修学 我希望获得跟佛一样的能力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转 会退转到心 会本来归一三宝 后来不归一 因为他是以祈求的心来的 但祈求不能达到满足 他只好去跟其他可以满足他的人祈求 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很大的一个迷识 他不了解归一三宝的意义 他把归一三宝跟信仰其他的宗教合在一起 那佛不过就是一个比较有力量的神 其实不是 佛是一个很有善巧 很有智慧的一个导师 他是引导我们怎么修行 他不是把他的力量灌注在我们身上 那么这个很重要 那么你的归一的观念如果错误了 那么你很可能会退转 因为你要求的只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 而不是让你自己升起力量的导师 所以后面会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归一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凡发愿受止归一的 哪怕是生死关头也不能中途变回 就是说笑 就是讲笑话 也不可以说我不信三宝 或者我不是三宝弟子 就是说细笑 就是细笑 因为就好像你怎么开玩笑 你也不会拿你爸爸妈妈来开玩笑 意思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非常尊重他 就是你开玩笑 你也不能拿你的父母亲来开玩笑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对于你过一三宝这件事 你是非常慎重的 所以你不会随便拿这个来开玩笑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会拿阿弥陀佛来开玩笑 或是拿什么来开玩笑 拿经典来开玩笑 其实从一个佛弟子来讲 这些是慎重的 神圣 我们不会随便拿这个来开玩笑 所以 无归因而又气舍 深深自是受苦无穷 那个意思是说 你本来归因 但是后来你要气舍 意思就是说你不信 那么你就会在你的归因 就是说你对你未来的归因 会加一层障碍 因为你不信三宝 但是 假设你后来因缘又具足 那么有可能又会信 也有可能 所以要切记进行受归因的事业 就是 当然有很多人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归因也不过就是求平安 求保佑 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很多佛教徒基本上 并不知道真正的归因是什么 他只是 我归一三宝 然后好像有一个保佑这样 好像加一个保险这样 其实不是 那我们来看 他后面会讲 真正的过一是什么 到最后会讲 他说 卫一的三宝 应该以至成心 来修供养 是供养三宝 对于佛像 那么代表佛像的佛塔 前面讲过 佛像跟佛塔 最早是有佛塔 就是那些圣者 佛的舍利 然后收集起来 舍利就是乙骨 就是我们的骨灰 乙骨 收集起来 然后起塔共养 我们说过印度人习惯 起塔共养 那 这个中国人习惯 立庙 然后造相 祭祀 所以他有祠塔 祠塔上有一个像 文天祥就给文天祥造一个像 岳飞就给岳飞造一个像 这个像外面有一个房子 就是祠堂啊 或是庙啊 中国人习惯这样 那这个 这个印度人不是 印度人就是 印度人是火葬的 中国人是土葬的 早期都是土葬 印度人要不是天葬 就是火葬 然后有修行的人 就骨灰捡起来 骨头捡起来 起塔共养 没有修行的人 他也不收骨灰的 很多都是到 最殊胜的都丢到很耳 没有就是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天葬就放在外面 那也不收 那个骨灰也不收的 那是不同的风俗奇怪 那比较有修行的人 就起塔共养 那后来 佛面哦 大概在一世进出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有造像 所以佛像就取代了佛塔 基本上是这样 那开始有所谓的大雄宝殿 就放佛像的地方 开始有这个 那这里讲到 所以说 他说这个对于佛像跟佛塔 经典又是法 深重 就即使是不大庄严 像佛像造的不庄严 功效不妙的 不大清净的也不可侵犯 要以立身尊敬心 像那个佛像最多的像泰国 泰国大大小小的佛像很多 但有些他会容易破掉 那破掉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 也不可以随便乱丢 他们就放在一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这些有些破掉的神像 有些什么 有些会用一个 另外有一个祠堂 专门收这个神像 就有一个地方专门收这些佛像的 因为到处都有佛像 那佛像会破损 就有一个地方收这个的 然后让它慢慢慢慢活坏掉 其实是这样 那是一种恭敬心而已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也不可以侵犯掉 余律身尊敬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从恭敬中学 那为什么要恭敬呢 很简单 你越恭敬表示你越重视 你恭敬哪一个人 那么那一个人说的话 你会记得 你会亲近去 你会接受 那你如果不恭敬那个人 因为他说什么 这边进这边出 耳边风 可是那个人是你很尊敬的 那他说什么话 你就会很在意 你很在意他对你讲的话 你会谨敬他对你讲的话 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 那所以他基本上 一开始都要先养成恭敬的心 那恭敬的心就是容易生信 信为能路 自为能度 佛法大海 一般讲这样 佛法大海 佛法非常的深广 像大海一样 就是要以信心 这个信心是入门 可是信心从哪里来 要从恭敬中求 就是你恭敬佛 你就相信佛 因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去恭敬一个 你不信他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个是害怕会去 因为你根本就不信他的话 所以 基本上你相信你就会恭敬 那你会虔诚 就恭敬虔诚 他的前提就是因为 恭敬 虔诚 那么基本上这两点 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到 培养我们的恭敬心 虔诚心 就是念佛 拜佛 然后供养佛 大概就这样 表示说你怎么样对你的父母 我想要恭敬 你就 因为你感恩他 或是你相信他 那么你一定会供养他的 或是跟他顶礼这一些的 那么基本上 所以这个从哪里做起来 比如说我们拿清点 比如我们拿清点 那拿着 我们就不会拿在底下 或是比我们低 那就是随便放在地上 不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合掌 就要合掌的恭敬 那我们一般来讲 要训练恭敬心 比如说我们 佛像在这里 我们疏脚坐 我们脚升起来 我们不可以直接对佛像 那么基本上就是 他也没有什么 但是就是 你会记着 还是个佛像 拜佛如佛在 这个孔子讲 祭神如神在 他也是可以讲恭敬心 因为祭神如神在 孔子讲的 他也是培养功绪的 就是我们功绪 因为你有功绪 你自然有力量 那你疏脚坐 比如说不可疏脚像佛 以前建议里面有很多 你不可以在佛的遗骨 就是佛塔里面土壇 你也不可以 人家念佛的念到很功绪 不背向西方 就是他非常地功绪阿弥陀佛 那一起念着阿弥陀佛 那么所以他不向西方主谈 然后不伸脚像西方 他就是 其实他也是培养这个 恭敬心而已 所以我们拜佛 念佛 供养佛 像现在我们会供养 比如说有花啦 有香啦 有灯啦 有的有油啦 有很多 那命中就更多了 十供养 会非常多 那这个 这个就有很多这种供养 那这些供养是做什么 虔诚 在供养里面 在供养里面 在拜佛当中 在供养佛当中 在念佛当中 那么 培养我们的恭敬虔诚 专注 其实是这样 那这样有助于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能够深入 好 所以 他这里讲 那 供养佛如礼拜 赞叹 赞叹佛 幼浪 那一般来讲 一般就是印度的习惯做法 印度 幼浪三渣 那么这个是一种 一种恭敬 即供奉香花祭任 登明 船方 宝钙 这个是印度 印度在家的 那供养 供养一些省他也是这样 有宝钙啊 有船方啊 这些 那 这些庄严剧 供养法 那么如书写印科 或者庄严经典 以香花等来供养 这个就是培养 其实这个就是培养 宗教学潮 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么供养生 是衣服 饮食 做卧具 医药 论用杂物 这个叫四四供养 但必须佛法 所认为清净的 切勿供养不如法的物品 那这个就是 如法不如法 那么基本上 就是只有一些小差异 那么很多地方记得来大概都比较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枪啊 比如说你在中国 你供养鱼肉就不如法了 在泰国 那么你供养鱼肉是乳法的 其实是这样 那在中国 你供养香烟 这个就不如法了 在泰国 香烟是可以的 他们有抽烟 那么就是 但是基本上就是要看 看干地的情况 但是大部分差不多都一样 比如说酒 酒就一定不如法 那你去拿酒去供养这些出家人 那就不如法了 那你说 你说钓鱼竿 那不可以钓鱼 那你拿钓鱼竿供养他做什么 那不行 那今天是像这样 所以 不可以供养不如法的物品 至于最上的供养 没有比依从如来的法教 听从深重的指导 而切实奉行 那么这种供养叫做什么供养 供养有分两种 就是财供养跟法供养 法华清说 最上的供养是法供养 财供养 财供养 跟法供养 财供养 就是世世供养 那对佛跟对深不太一样 当然 这个佛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花啦 这些 那深就是世世供养 吃的 用的 也要刀 也要刷 就这样吃的 用的 那这个是世世供养 或是 或是这个 这个佛 祈宝供养 那法 法供养 法供养就是如梭修行 这个是饮食衣服 是世供养 就是如梭修行 如梭修行 就是依教奉行 就是 依佛所教的 然后奉辞修行 这个均典最后一句 不是就是依教奉行 他都在跟你讲 就是 真正的 真正的供养 是如梭修行 就是法供养 所以 他这里讲 依从如来的教法 就是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听从深重的指导 而切实奉行 这个是真正的供养 好 我国的佛教徒 多修早晚课送 那这个是 我们现在的早晚课 早上人缘金 还有分单日酸日 一般是这样 那晚上 就是早上 单日酸日 有人缘金十小座 那晚上 阿弥陀金跟八十八佛 基本上是这样 那 但是 看各个稻草不太一样 那 唐朝的时候 禅宗的早晚课 跟天台宗的早晚课不太一样 那后来 后来早晚课差不多都统一了 大概都一样 就是那禅本日酸 禅宗的 基本上也念作的 那早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念佛的他就以念佛为主 禅宗的就以打作为主 就即使没有这些 念清念作这一点的 但是到了后来 像我们现在的早晚课 有诗诗啊 明山诗诗啊这些 他基本上是 大概清朝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统一模式 那之前 其实 禅宗里面也 只是指禅宗的 就禅宗里面 那 那在更早以前 早晚课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早晚课从 道安大师的时候开始 东晋的时候 那之前是 出家他没有特别什么早晚课 那 道安大师之后开始 开始 立 一堂功课就是早晚课 然后吃饭的时候要念什么 送戒的时候要念什么 奖金的时候要念什么 所以有一路遗轨 开始 开始立了这些规矩 那么开始有早晚课 那佛陀时代有没有早晚课 佛陀时代有没有早晚课 没有 因为从早到晚就要做功课 早晚课 早晚课就是 早上 或晚上 就是两堂功课 但其实佛陀 其实还有啦 就是中午啊 干什么这些 那么还有家乡啊干什么 又还有 但是一般就是固定 后来就变成固定 早上跟晚上做功课 那其实不是 其实佛陀时代 二六时钟 昼夜诱使 就是二六时钟 都要禅修 如果你禅修 或惊醒 一般就是什么 惊醒 念作 惊醒念作 就是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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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圣法坛圣末呢 就学习一项圣地子这样 就是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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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走着 一个走着 一个站着不动 躺着也可以禅修 那 基本上 念作就是禅修 那 这个是佛陀时代 比如说穆建人 穆建人 听闻佛法 把伯托跟他讲 典起乌俄的道理 他就去树下 专心思维 然后 七天 就努力 就天天坐在那边 如果心不够力量 就 一般来讲 你就关阿拉伯 那心有力量 那心有力量之后 那么努力去思维 那么就这样 他其实没有说 只有早上跟晚上做功课 他其实佛陀时中 就算你在走路 你就在理解思维我法 那 这个是 就算要睡觉了 中叶诵经 已至消息 睡觉也要做光明讲 也要思维法语 然后这样 安然入眠 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他没有特别说 只有早上跟晚上做功课 那 这个是因为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么 至少 早上跟晚上大众熏修 那么至少您有这样的一个功课 最少最少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课 那么 一般修行 不是只有早晚课 但是后来就变成怎么样 后来变成早晚课 变成是做给佛陀看的 所以我今天要出去 他不在 我要请人家来帮我做早晚课 就变成这样 或是说我今天没有做 他让我补一堂早晚课 不是 就是你帮我做早晚课 不是 修行工作是自己做自己的 你今天在这里 你在佛选 打做早课文课 你打做灵念经 基本上 基本上是你要修行 你不是修行 你不是修行给佛看的 那今天我要出去 不在 那我打电话 请某个人 要帮我做早晚课 这个很常见 但这个其实跟早晚课的原来的意义不一样 他目的是要 第一个培养你的宗教群套 第二个训练你的修行的这些能力 然后让你正得佛法 然后你相解多 那么这个都是必须透过你不断一天一天 反复运作 反复运作 然后可以得到累积的 那别人做 别人并不能做给你 也不能带你做 那今天你不在 你可以比如说我本来在彰化 那我今天又去台中 我没有办法到彰化来 那我就来这边 我请了人家帮他做一堆早晚课 因为你变得好像是要 变得好像说你每天 这个佛都要听你诵经 一天不听你诵经 好像就不写一样 不是 你不是做给佛看 而是有一个佛像在这里 那么他是你共性的对象 那么你今天到哪里了 那么你心中意念着佛 一样你就在那个地方做早晚课 所以说你有一个固定做早晚课的时间 那么这可以让你不会懈怠 至少你再怎么样 你那两个时候你就会做早晚课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讲到 他说中国基本上早晚课 两个时段 可是时间很长 有的早课 一般都一个多小时 有的两个小时 有的很早就起来 三点多就起来 有的四点多不一定 就看 看 但是基本上是 依你的修行方法 依你的修行方法 所以他这里讲 我的佛教徒 多修早晚课送 时间比较长 时间比较长 那对在家师父防防的信仆 多少有些不适合 很多在家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学佛的 师父我早课要送什么心比较好 晚课要送什么心比较好 是不是一定要做早晚课 早晚课要怎么做 做晚了要不要回向 他大概都问这些问题 那么早晚课的意义 我们来看 他说最好 他说因为你时间长 时间长 你会比较赶 因为起来之后 几点就要上班 要上学 又想身体好一点 要送药师经 又想超度往生的母母 又要送地藏经 又觉得以后要往生起 又是要送无量寿经 又觉得要有智慧 又要送金藏经 什么都想送 什么功德都想得 可是又没那么多时间 但是就是很多人有一些错误的 错误的想法 早晚课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你送爱父亲 就能够得这样的功德 不是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最好怎么做呢 他说依印度旧法 旧法 印度人的习惯 习惯法 日三食 夜三食 你常常常讲 昼夜六食 六食奇想 坐三食 夜三食 关于这个 一般来讲 印度是六食 一天分六食 日 坐三食 夜三食 初日 中日 后日 初夜 中夜 后夜 印度是怎样 印度是日三食 昼夜六食 你看奇想 昼夜六食 很奇想 昼夜 昼夜六食 日 日 日 ungef三食 日出 日中 日后 日后 就后日 也就是日末 没有初中后 所以也就是初中后 但是夜三食 夜 初ее 中Male 后夜 初焉 中焉 後焉 這個也講日 初 日 中 日 後 也可以 不是說初 日 中 日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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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般印度一天就會做六時 所以說常常講六時吉祥 六時吉祥 六時吉祥就是昼夜吉祥的意思 就是昼夜吉祥的意思 就是從早到晚你做很吉祥的意思 這個是印度人 中國的不是這樣 中國的是十二時 印度是六時 中國是十二時 十二時是什麼 職醜雲綁 如果葬日 中 日 初 日 後 那麼子實 中國的子實 子實大概在這 子實 然後跟醜 害實 中夜大概就是說害實 害實 跟子實 北爺 直醜雲綁 醜實跟 inst 害實是幾點 子實 我們先講只是晚上11點到早上1點 如果用24小時來講 24小時就是23點我們用24小時來講 23點到1點 11點到1點 醜時是1點到3點 1點到3點 一個時是兩個小時 這個一個時是6個小時4個小時 那就是現在西方的現在 現在是24小時 西方的是24小時 如果中夜大概就是害時 害時是 就是23 21到23 就是晚上9點到11點 11點到1點 如果我們要對照中國的紫時害時 如果對照西方的可能就是比如說 一般來講比如說中夜是12點到4點 10點到2點 10點 10點到2點 10點11點12點 就變成這樣這個是9點到11點 10點 到2點 10點就是22 22時到21時 22時到2點 這是西方的 如果要對照的話 但是中國是紫時 但是中國是紫時 他是從11點到1點 從1點到3點 3點到5點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 日出就開始 5點到7點 紫紫 5點 8點 10點 早上起來 直從 1點 10 早上 104 5位 深有7 那就是5點到7點 7點到9點 日出 日出 9點到11點 10、4 1 就9點到11點 5時 11點到1點 這比較準 四方的 10點 12點到2點 10點到15點 日後 紫醜 紫醜 銀卯 陳四 補貴 貴死跟生死 就 10點到5點 就13點 13到15 貴是13到15 下午1點到3點 下午5點 下午3點到5點 到17點 那是這樣子 那到農業 下午5點之後 五味深有 有時 虛時 就變成 下午5點到7點 下午7點到9點 就這樣 大概啦 日吃日送日空 你看我們時間是24個小時 他是 他是 一時 12時 紫醜 紫醜 羽毛 神室 衛生有期間是10 一個小時大概是兩個小時 那這個是 如果是 如果是印度的一個小時是6個小時 六時 入中入中 那常常你會看到 入中 中夜 後夜 這些 雲子 大概是這樣 好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日三時 夜三時 六時休息 其實就是從早到晚休息 次數不凡多 時間不凡 短一些 你可以 如果像吃飯一樣 你可以多量 就是 多餐少量 可以這樣 少量多餐 你可以時間 時間短一點 次數多一點 就是做功課 你要做什麼功課呢 看你 看你的時間 可以唸新軍 可以唸我 可以唸古文笔 也可以禪修 可以觀呼吸 可以修安納光 就有很多種修法 看你的目的 你要做什麼 那 修三歸史 要意念歸三保的軍班勝利 勝利就是功德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包括宋經要知道 宋的這部經 他教你什麼方法 那你這樣做有什麼利益 意念佛的功德 意念法的功德 意念身的功德 他說 如 一 成為佛弟子 第二個是受戒的基礎 就是說 歸三保 有些什麼功德 歸三保之後 你就是佛弟子 第二個 歸三保之後 你可以受戒 歸三保 我們說過這個佛從時代 歸一就是受戒 歸一之後就要受戒 進行受不殺生 如我跟佛一樣 進行受不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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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必須要建立在歸一的基礎上 第三個 減輕業障 為什麼可以減輕業障 因為你歸一之後 我們說過 這個業障是惡業障礙處 你歸一之後你有證件 你知道怎麼樣不招惡業 沒有業 沒有惡業 就沒有惡業行程的障礙 所以 一般的佛教的人 都希望 能夠消災免難 其實不是 你要知道你這些災難 是從哪裡來 是從業 業從哪裡來 從煩惱來 所以你必須從 怎麼樣不起煩惱下手 你起了煩惱 你再來怎麼樣消災免難 那麼那個基礎是 有時候大部分都是 事倍公辦的 就好像說 你應該要知道 怎麼不生病 而不是你已經生了病了 乃是生重病了 才想辦法 吃最好的藥 看最有名的醫生 那個已經都 即使一好 都是 遍體淋傷的 所以 最重要的是你先了解 先變原 哪些是能吃的 哪些是有營養的 哪些是沒營養的 哪些是吃的會有後遺症的 哪些是吃的會傷害身體的 你先知道 那麼這樣你來吃東西就 吃的都是營養 有幫助身體的 你應該做哪些事 對你是有幫忙的 不應該做哪些事 因為那些事會對你造成傷害 累積久了會形成你的障礙 這個東西吃多了 剛開始沒有覺得 吃黑肉就對你的身體形成障礙 這總是剛開始做好像沒什麼 做久了會對你形成障礙 這個叫做業障 所以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不造業 而不是怎麼消除業障 那已經有了 你要先停止不造業 你現在這一邊消業障 這一邊一直造業 但你一樣沒碗可以了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 怎麼樣 怎麼樣 不去造這些業 然後 然後在不造業的清理下 怎麼去除這個業障 這個才是重要的 但我們不是啊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障礙 果然只是一紙花錢請人送金 不送金就消除業障 不是這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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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